当时有一位在台湾 他的父亲原来父亲的旧部 在给荷兰人当通事的河滨 已经探明有个叫热门水道的地方 这个地方原来是没有办法通行这个大船 不过河滨发现 这个常年的经过雨水和海潮的通刷之后 这个航道慢慢的加宽 另外也水在加深 因为他发现在农历的三四叶间 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天文大潮的情况底下 水会涨高 所以在这个时段 大的海船能够经过 4月1日 政军悄无声息地穿过 号称天险的洛尔门水道 当荷兰人发现时 政军已经包围了赤浅城 并控制了赤浅城和热兰浙城之间的海域 通晓中西交往历史的英国人 乔治修士在厦门及周边地区一书中 记载了这场战争的详细过程 热兰哲城一手难攻,郑成功只好围而不攻,双方进入相持阶段。 9个月过去了,开始有一些绝望的荷兰逃出城堡,向郑成功投降。 数千门的炮,直接把乌克兰茨拿掉,后来架起炮,直接对准热兰哲城。 在这种情况底下,1662年的二夜,荷兰殖民者正式跟郑成功签订协议,其实就是投降。 1662年2月9日,500多名荷兰士兵列队走出热兰哲城登船离开,被荷兰人占据38年之久的台湾岛重归祖国。 郑成功赶怀之际,写下这首七言绝句《赴台》。 开辟精真逐何仪,十年时刻赴仙姬,填横上有三千克,如苦监惯不忍离。 然而,郑成功还是离去了,收复台湾仅四个多月后,1662年6月23日,民族英雄郑成功突然病逝, 享年39岁。 2014年3月13日,古浪宇在原荷兰领事馆,举办大航海时代与古浪宇西洋古文献特展。 把16世纪以来,西方制作的与厦门和古浪宇有关的一百多件珍稀文物,呈现在世人面前。 明朝的海禁政策使中国从海洋退回大陆,而在17世纪,从澎湖之战到廖罗湾大战,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。 正式集团,以厦门和古浪宇为总部基地,代表着中国的力量,重新走向海洋。 在那个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大航海时代,厦门和古浪宇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,成为全球大贸易的一个关键环节。 大量货物从这里出去,大量白银从这里进来。 一直到19世纪中期,欧洲人也没运来能够打开中国市场的商品,只好以鸦片的输入来改变东西方的贸易逆差。 这个时候,正式集团早已被大清朝剿灭,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也被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取代。 于是,一场发生在清朝和英国之间的鸦片战争爆发。 然而,失去了海权的清廷,再也守不住这方水土。 1841年,英国军队占领厦门和古浪宇。 一年后,清政府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,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个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。 条约中承认,古浪宇仍有英国占居。 开放的五口中,只有厦门是面朝大海的岛屿。 于是,西方人选中了厦门港内的古浪宇。 越来越多的洋人们来到这里,把古浪宇变成公共租界。 而这个在大航海中沐浴了数百年海洋文化的小岛,承受了强权带来的屈辱。 也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,接受来自西方的人们和他们带来的文明。 从这个时候开始,古浪宇的生命从懵懂的童年进入开放的青春时期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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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